大家好,我是永卓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菠萝炒饭怎么做 首先,我们这次选择的是菲律宾菠萝 其实菠萝饭又称凤梨饭 是将水果菠萝和食物米饭融合到一起的做法 很多人也是第一次听这道菜 心想着又甜又咸怎么会好吃呢 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喜欢吃这道菜了 可是很多人拿不准 到底如何做才好吃 今天我来分享给大家 首先我们准备了两斤大米 把米淘好放到店上锅里 正常米和水的比例是1比1的比例 做菠萝炒饭和其他炒饭的话 米和水的比例最好是2比1.5或者1比0.7 今天我们用的米是东北的五成大米 这样子的比例的米饭 蒸排的米粒会比较硬一些 而且粒粒比较清楚 重型性比较好 我们直接电饭包饭设置25分钟就好 米饭蒸好后我们在焖汁10分钟后出锅 现在我们拉近点 大家可以看到米粒是粒粒清楚 我们把米饭挖到一个大盘子里 等米温度降降温 正常的手摸上去是不发烫的话 我们现在就可以用了 首先我们先加入寿司醋两勺 均匀的撒到米饭上 我们用手充分的搅动米饭 搅动均匀后 大家可以看到米饭上都有一层荧光 这样子就好了 也就是说我们这样子才能算代表了 搅的均匀 为什么要加寿司醋 是因为它更好地代替了食用油 使米更好地进行了分离 我们这时候再给米饭上加上蛋黄 进行搅拌均匀 直到每一粒米都能包裹住蛋黄液 大家可以清晰地看到 现在已经明显地能看出 蛋黄液充分地已经包裹到了每粒米的上筒 每粒米而且是粒粒分开的 这样子下锅后不会粘糊和粘连在一起 我们再准备好青豆 甜玉米 红萝卜半根切片 然后切成长条 再切成五毫米左右的丁 小葱我们也切丁 准备两个鸡蛋 加入一克食盐 把鸡蛋打散 这时候再准备一两虾仁 去除虾线备用 我们准备好一个菠萝 从三分之二处切开 用小刀挖出里面的菠萝肉 入刀千万不要太深 要不会破坏外皮 将挖出的菠萝肉切成小丁备用 底部的菠萝肉用勺子挖出放入小碗中 现在我们把所有的配料都展示了出来 首先是腌制好的米饭 蛋液 青豆 虾仁 甜玉米 小葱 红萝卜丁和菠萝丁 好 我们下一步 锅里加水 水开后加入少许食盐 倒入青豆 红萝卜丁 两分钟后捞出 再倒入虾仁一分钟后出锅 我们再在锅里放油 油热八成后 加入蛋液进行炒制 在锅里把蛋液弄碎以后出锅 我们锅里再次放油 油可以多一些 加入三克食盐 倒入小葱进行炒香 再快速倒入青豆 红萝卜丁和甜米 翻炒后倒入虾仁 再倒入米饭进行翻炒 这个时候火要变成大火 迅速的翻炒米饭 让蛋液快速的凝固到每一个米粒上 一分钟后我们倒入菠萝 菠萝在一分钟后其实就可以凸香了 这时候把火关到中小火 然后加入鸡蛋碎 迅速翻动后出锅 放到菠萝里 这道菜就好了 真的也很香也很漂亮 既简单又好吃 大家学会了吗 如果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做的菜就请关注我 关注永哥私房菜 每天带给您不同的美食